我们有了这样一串的菲布纳奇数 我们可以把每个数字都平方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1的平方是1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是4 3的平方是9 依次类推 如果我们把前若干项的平方和加在一起呢 我们会发现 1加1加4等于6 1加1加4加9等于15 接着往下 我们依次加下去 会发现 比如说 1加1加4加9加25加64等于104 这样的雷加和和菲布纳奇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大家现在看不见 但是如果我们把右端向变成两个数的乘积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了 6等于2乘以3 接下来你看 下面的104等于8乘以13 所以其实每一项的右端 都等于两个相邻的菲布纳奇数的乘积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出一个式子呢 也就是说 对应于F1的平方 加上F2平方 一直累加到Fn的平方 所有的一串 菲布纳奇数平方之和 它们就等于 相邻的两个菲布纳奇数乘积 也就是Fn乘以Fn加1 这个式子对吗 我们看了这四个式子似乎是对的 那我们给它一个证明 我们先看 对应于1的平方可以怎么表示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长宽都是1的小正方形来表示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 比如说1加1加4 可以变成两个1的小方块 摆在一起 然后呢 再加一个2乘以2的 稍微大一点的方块 这时候我们构成了一个3乘以2的 接着呢 我们在旁边再累一个3乘以3的方块 接着我们在下面又可以累一个5乘以5的 之后 旁边又可以出来一个8乘以8的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刚才我们列举的最后一个式子 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 加5的平方加8的平方 所有的平方和累加起来 就应该等于大的长方形面积 长方形面积是什么呢 正好它的高是斐波纳奇数8 而它的长呢 是斐波纳奇数5加813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利用这样拼小的正方形和长方形 我们最终得到长方形的面积 是等于所有的小正方形面积之和 而长方形的面积正好是两个斐波纳奇数的乘积 所有的小正方形面积正好是对应的斐波纳奇数的平方 这时候我们没有写任何一个数学的符号 而证明了这样一个斐波纳奇等式 实际上最近大家如果关心网上的话 会发现很多消息有关的是无字证明 确实我们对于斐波纳奇也用了一下无字证明的方法 那么大家会想有没有有字的证明呢 我们能不能做逻辑的演绎呢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就来证明这样一个横等式 F1平方加F2平方一直累加到Fn平方 等于两个相邻的斐波纳奇数Fn乘以Fn加1 这时候我们会想 每一个Fn都满足它的地推关系 也就是Fn等于Fn-1加上Fn-2 那在这个平方数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一个数出来将它进行变换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给这样一个证明 对于F1的平方 因为F1和F2都等于1 所以F1平方可以写为F2乘以F1 对于F2的平方 我们保留其中一个F2 剩下一个F2利用地推关系 它等于F3减去F1 这时候我们乘进来就得到了F2乘以F3减去F2乘以F1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它似乎有一个句号的变化 接着F3的平方也可以把F3打开成F4减F2 变成了F3乘以F4减去F2乘以F3 这时候我们如果把它累加的话 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F2F3 这里也有一个F2F3 如果累加就会消掉 所以依次向下我们会发现 如果到最后一项 Fn的平方等于Fn乘以Fn加1减去Fn减1 打开之后变成Fn乘以Fn加1减去Fn减1 乘以Fn 之后呢我们把它进行累加 左边累加就得到的是横等式的左边 而右边的累加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F2F1F2F1消掉 F2F3F2F3F3F4依次消掉 最后的一项只保留了Fn乘以Fn减1 因此左右两端进行相加以后 我们会得到的等式呢 就是左边F1平方加上F2F平方 加上一直累加到Fn平方 就会等于Fn乘以Fn减1 所以我们发现 利用这样的低推关系 可以帮助我们证明出来 有关费布纳契的横等式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横等式 F1加F2一直累加到Fn 等于Fn加2减1 可以看到前n项的 费布纳契数列之和 就等于Fn加2减1 那么我们有了刚才的经验 就知道其实可以把 任意一个费布纳契数 变成两个费布纳契数之差 所以有了这样的思想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F1它可以写成F3减9F2 F2写成F4减F3 依次累推 Fn等于Fn加2减去Fn加1 有了这样一个式子以后 我们发现它们累加就会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这里面F3和F3就可以消掉 F4也会和它消掉 最终的Fn加1和Fn加1也全部都消掉 那么我们剩下的呢 只有Fn加2这一项 以及F2这一项 因此左边累加起来就正好是F1 一直累加到Fn 而右边呢正好等于Fn加2减1 由这个思想我们接着还可以去证明其他的式子 比如说F1加F3加F5一直累加到F2 F2N-1这实际上是基数序列中的斐波纳奇数 对应了它们的核正好等于一个偶数项的斐波纳奇数 也就是F2N 怎么证明跟刚才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说F1就等于F2 RF3等于F4减F2 F5等于F6减F4 依次累推 直到最后一项F2N-1等于F2N减去F2N-2 这个的累加和我们同样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累加之后 左边就是若干个基数项之和 而右边呢F2和F2消掉了 F4和F4消掉了 依次累推只留下的最后一项也就是F2N 左边正好等于若干项基数之和 而右边呢正好等于F2N 这时候我们就会想 对于费布纳奇数来说 有很多的这样的横等式 它具有很好的性质 那么它具体能不能单独计算出一个F2N等于多少呢 有没有直接的表达式呢